农历新年将至 在香港人的饮食文化中 盆菜是年夜饭桌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佳肴 盆菜不仅内容丰富多样 而且菜名极力喜庆 讲究好意头 新春前夕 中心设计者专访了盆菜制作师傅 李瑞英 请他现场展示盆菜的制作过程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摆盆菜的步骤 莲藕代表婚姻 萝卜其实代表生气 沙角也是代表春天的意思 枝竹是富的意思 虎头代表力量 初生蛋代表幼 肉丸 肉丸代表屯圆 咖喱鱼蛋 代表年年有余 然后我们下冬菇 金蠔 烧肉亦代表红红火火 这个是烧鸭 雞 即是无鸡不成燕 花枪 再来是海芯 鲍鱼代表清心满意 最开心是笑虾虾 所以我们会用大虾 发菜就是大家开开心心来年发财了 最加上香浓鲜味的瑶柱 将十几种材料分门叠类提前处理制作 在从下至上 由素到昏有序放置盆中 上桌前淋上蜜汁酱汁 开火慢微 底部的素菜吸收了海鲜和肉类的油脂精华 既让荤菜带着蔬菜的清甜 又让素菜包裹上浓浓的海味和肉香 盆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 宋帝为逃离金兵追赶 落难到如今的香港元朗地区 途中饥饿难耐 于是宫廷御厨不得不在百姓家中采买食材 仓促间只能用简陋的木盆 将各色食材码放在一起 不料却成就了一道传世美味 当时的浴厨只有180元前 他用这180元前买了18种当时的乡村人 种植的植物、自制的鱼竿、枝竹 放在盘中 凭他的技巧 所以他埋了一个很香的汁 放上去给皇帝吃 皇帝觉得很好吃 所以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敢回答当时 就是随便找那些村民买到的食物 他就说这个是很出名的盆菜 当地最出名的东西 如今在香港人的金公司座下 当年初出茅庐的乡间野味 已成为粤港澳地区 家家户户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 盆菜大小随意 风简尤人 无论是爆身赤肚 积压鱼肉 一货萝卜莲藕 皆可入菜 各家有各家的搭配 相较于对用料的烤焦 烹饪着倾注的心意 与合家团圆的温情更为可贵 其实盆菜 我们不在乎是里面的用料 其实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加货加货都不重要 我们其实在乎的是里面 大家坐在一起 团圆的感觉 一个家庭 我们是需要凝聚力 我们不需要四分五裂 所以我们坐在一起 有个凝聚力的时候 会特别开心 有谈有讲 最开心 其实我们在乎里面 那个人情味 在李瑞英看来 虽然过去一年的香港 经历了不少冲击 但他相信 以香港人坚韧的性格 和敢拼敢闯的干劲 新一年的香港 一定可以储足力量 重新出发 过往香港经历了社会运动 也都经历了现在这个疫症 在这个过程里面 每个人的经历 其实心境历程 都可以说有分化 也都很旁旺 有惊恐 但是无论在哪个角度看下去 我们香港人都会捱得过去 因为始终香港人 都拥有很坚韻的心态 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都不放弃 都仍然就说 我们要聚在一家人 开开心心 团圆圆圆 就是享受这个丰富的晚餐 来年存足精力 最去冲刺和博杀